回家吃饭 小鸭 我这菜好了 回家吃饭历史上 第一位把菜都炒好了的嘉宾 包工太好了 我第一次做饭是六岁 关心强迫症 定期的还给我妈和我婆婆做个面膜 哄她们开心 47天天天如此 你就是我们女性当中 结束的代表 大幕从此拉开 今天余老师在这里 是要做八大碗 孤独着马上就可以吃了 然后这个开始下锅了 我该下锅了 谁最爱吃的 我最爱吃 听说你也爱吃土豆酥 我的名字叫土豆妹 跟苏西大姐 土豆的名字 这个土豆酥这套菜 我妹妹也特别爱吃 妹妹 对 就是二姐还是三姐 二姐 二姐就更像我演的一个角色 经常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 别人就追着喊她 她经常会处于尴尬的状态 二姐今天来了就好了 你想见她吗 其实我已经把她带来了 她今天正好有时间跟我过来 就是大脚小脚都来了 二脚 有请 二姐 二姐在哪呢 二姐 二姐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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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 你好 小鸭 这是我 这偶像 今天很漂亮 谢谢 我妹妹今天还是头一次粉末登场 真的 第一次 像平时都是素颜 这冷不立刻一上妆 还 挺好看的 是呀 是挺好看的 长得真是一家 你看我俩 香香豆 好看 姐姐 真好看 二姐 爱吃的土豆丝 对呀 二姐也吃这个 对呀 你姐特别爱做饭是吧 对 二姐现在做什么呢 现在我近期就是跟着姐姐 我们俩有个伴儿嘛 也是在学习 二姐 她也做一手好饭 我明白了 这个是要呛饭是吧 对 呛饭 搁这 我呛饭 你姐做的饭 好吃 要不我吃成这种 给她吃胖了 我还说 走吧 我再陪你去溜弯吧 然后还有点惬意 你看你姐这么勤劳的样子 对 就像小米芬一样 一样 我天天就说 我说你都没有闲的时候 因为她工作的时候 她就是特别专注 等在家的时候 她从来不是说 我今天可以休息了放松 她说在家了 有时间了 咱们要有家的味道 我喜欢在家里边吹烟渺渺 家庭氛围 在别人眼里的大明星 在家里其实就是个 贤惠姐姐 像个女儿 你们聊着 我先干点活 在家了 我们有些时候也探讨工作 她回来的时候 还是关心家人比较多一些 你家孩子怎么样了 然后怎么安排了 像母亲的身体 然后近期这两天心情 她都关心一下 你需要给母香粉 给来一点 这个是放什么 放油是吧 用放油 妹妹也是高手 一看这锅热了 赶紧放油 我也是跟姐姐近期学的 我知道了 你这是炕光土豆 对 有点像咱们西北的 那个油泡面的一样 白醋 其他的醋上来吧 它会影响到这个颜色 我怎么就没有 你这样的一个姐姐 或者是妹妹呢 以后有我了 咱们就经常 经常的那个聚会了 别烫着 还会崩 呛 呛 呛 炕土豆就再炕 一个呛字 对 对 要均匀的自来 然后别让它一下倒进去 有的可能就没浇到嘛 然后要烫熟 现在我们把它拌匀 太好吃了 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我先尝一口 怎么样 咸在里面 作为一个资深的土豆爱好者 这一盘土豆丝 是我第一次吃到的 土豆的另一种味道 特别好吃 好吃吧 好嘞 鸡熟了 我们该出锅了 装这盘子里 这个当骨脱 这样一端的时候不烫熟 二呢它脱着它也好看 从视觉上还有美观 出的时候还得小心翼翼 别让它碎掉 别把它碰坏 轻轻地放 可以了 浇到这个鸡的身上 这个咖喱汤要给它盖住 对 盖住 轻轻地倒 然后我还要放几个枸杞子 感觉特别滋补 但是平时在家煮呢 也会提前放几粒 就把它营养煮出来 好 米饭来了 尝一尝 尝一尝 我现在特别期待的是 先尝尝跟家里的味儿是不是一样的 谢谢 二姐 好 谢谢 看看大姐今天手艺发生是否正常 火鲜 你给这个菜起个名字 好难讲 你来几碗 我就到你这儿了 就 鱼野鲜盘 咖喱 鱼野丝 牛奶 美味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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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好吃啊 美食有鲜味生和更有味儿 太太的调味品喊你回家吃鱼野鲜盘 咖喱鸡 我尝一个这个蘑菇 这是我们回家栏目的金牌菜 我们要保留这个小凉菜 当开胃菜 小鸭子我本来是想做八个菜的 然后现在呢 我突然又有一个新的想法 我打算再加一道菜 加一道地道的锅包肉 我们就变成九个菜 长长久久 更有寓意 现在继续做第九个菜是吧 对 这个锅包肉呢 也是我们家那边的传统的一个一道菜 内蒙和东北都爱吃的这道菜 对 锅包肉 上揍率特别高 点击率 没错 但是这个锅包肉 我们的做法呢 跟东北这个有一点点的区别 你们家是不是回名 是的 哦 懂了 那看来这个锅包肉 今天应该是牛肉 牛肉 今天准备 对 锅包牛肉 锅包牛肉 来吧 好 好 你一边坐着 我一边问着 姐俩现在是大脚小脚一起坐 名字叫做鱼饰锅包肉 锅打下手包蒜 包蒜啊 这个锅包肉呢 有一个故事 就是我那么多年出门在外嘛 都是习惯性地报喜不报忧给家里面 有一次我是生病了 那次的感冒相当地厉害 后来当我好了的时候 我给我爸妈打电话 我妈就问 我妈说怎么这几天没动静呢 你是很忙 我说没忙 她还觉得我嗓子说话怪怪的 我说我前两天感冒了 然后生病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爸在旁边扫地在家里面 他就听到了 听到以后他也没说什么 然后就直接就跟我妈打了个招呼 他就说我出去一趟 他就走了 等到晚上到那个晚饭的时候 她回来了 然后快速地就拿起包了就要往外走 我妈说你干嘛去 她说的我要去趟北京 我去看个大闺女 结果到了我家之后 然后我爸就说去拿两个盘子来 我拿盘子干什么什么情况 我就拿了都摆好 然后我爸从她的小包里边拿出了两份锅包肉 然后她就说我听说我听你跟你妈打电话 你说你赶爸爸生病了 她说我给你送两盘锅包肉来 这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就这样 我当时感动得死了 我说爸 我说这锅包肉你千里条条给我送过来 我太感动了 我说我都不能马上吃完 我又拿它当饼干 要慢慢吃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觉得这道菜 对我来说意义特别重 在家里会做这道菜吗 大家一起吃 家里会对 经常会做 对 这道菜我爸爸也喜欢 我们小的时候他都做给我们吃 后来我们长大了就做给他吃 你为什么要这样来呢 这样的话这个肉片它会更紧 对你看我切出来 切 如果说我不那么压平它的话 它就是很松 然后当我们把它紧致一下 这就会有点骨质感 是哦 对弹性不一样 这样颜色也好看 形状也好看 二姐在后面默默地剥着蒜 二姐你的蒜弄得怎么样了 快好了 因为你在家平常除了做饭 像擦地什么的都自己做 都自己做 二姐蒜也包好了 接下来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你觉得你的大姐跟谢大娇 最像的地方是什么 最像的地方就是性格 性格像 对 什么性格 热情 张罗 张罗 你看这妹妹是张罗的受益者 从小张罗 你最喜欢姐姐身上的什么特点 最喜欢姐姐身上的才艺 才艺 对 那你最不喜欢姐姐身上什么呢 就是彩艺没分享给我点 二姐我觉得你是哲学家 二姐 我觉得就是 你这问题回答得很好 大姐 你觉得二妹和三妹 她俩的优点是啥呢 她们两个都各有千秋吧 然后我们三个呢 长得又有不同的特点 我吧 就是可能就是 大眼睛 综合了她们两个的一些特点 大眼睛 然后人家就说 老大长得好看 然后说 老三长得可爱 老三是那种更大的眼睛 然后睫毛上翘 还自来卷 当每次人家就在说 老大和老三的时候 他瞬间就把我们俩给推开 然后冲到人家面前就说 我白 你这弄的是啥呀 这是淀粉 这个淀粉我都提前把它泡好了 泡好了以后 让它变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要加点水啊 对 得加点水 你喊平了 够了 够了吗 够了 够了 我再问第三个问题 二姐 你跟大姐炒过酱吗 炒过 那会是什么原因吵架呢 是妹妹我俩吵架 然后中间把姐姐牵着进去 姐姐都不知什么原因 然后等这个事解决了 她自己都想 我在什么时候参与你 莫名其妙的 我就变成一个焦点 她俩没事了 谁让你这老大 最后就变成我一个人 然后被孤立在那儿 二姐心里想 谁让你比我长得好看 有这个想法 让你犯点错啊 好 那你觉得在你眼里 姐姐是一个 非常在意 自己是一个明星 这种形象的人吗 就是总而言之 你见她耍大牌吗 没有 这个确实是没有 二姐啊 在你眼里 大姐夫是怎样的人呢 我们家我就没有哥哥 我站在中间就没有哥哥 就像个哥哥一样 我觉得二姐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是不是 我觉得她口才也好 特别棒 而且姐夫长得 还特别像我们家人 最夸张的时候 有时候能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们一家人出去 出去之后 然后人家问 这是你儿子 没人说这是他姑娘 这真是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个门啊 那二姐啊 你姐夫从来不跟你姐一起上节目 你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她的厨艺太好了 把姐夫吃胖了 而且姐夫还特别支持她 您在前头 我得给你做后期工作 真正有自信心的男人 就是这样 甘愿在幕后 其实幕后的人 才是做大事的人 调个汁 刚说了这个生活里的大事 调个汁 调个思维 你跳回到我的这道菜 这个就是当蘸酱汁了 对 以后我要把它碰一下 对 姐姐叫月仙 妹妹叫 月红 三姐呢 三姐叫月智 智慧的智 智慧的智 呼喉饵呢 呼喉饵叫鱼英杰 哇 您这名字 一下就不跟着一种 我们家老三 所以那种欧美饭 她原来是个舞蹈演员 也是搞文艺 也是搞文艺 那三姐是不是做饭里头好啊 好 特别好 那我们做一个约定吧 大姐二姐 下一次把三妹也叫来 三姊妹 好 好 我这个是必须用大火来吗 对 对 你看你俩吧 特别和谐啊 对 这办好了 二姐放下去 然后二姐去洗手 大姐 抛一下 对 我也来一下 这个火要这么大吗 火小了 它就软 差不多了 哇 我们俩水 从小配合就默契 我记得那个时候 也就我十二岁 她十岁吧 我们俩在家拆炕了 把炕都拆了 对 为哪呀 我们要独立 独立 你们向哪儿独立去 我们家原来都睡一个大炕 后来我们俩就决定 我们搬到小屋 睡小炕 然后但是我们又不喜欢睡炕 后来我们俩 小小的那种 就做出一个决定 我们就把家里小炕拆了 然后家里有一个床 我们就把它给组装上 太厉害了 那月红 你的孩子会听 她大语的话吗 会的 她女儿现在很 非常棒 是大学里边的 学生会副书记 因为郑书记 是他们学校的老师 我包括我带 我做公益活动的时候 我都带着她 她就有一种向上的心 学什么争议呢 她学的是金融国际贸易 姐俩再一次配合 很默契 二姐是放肉 大姐属于来浆了 这还要压一压 对 她把边的那个 就是挂着糊的淀粉 就给她按下 你第一次见你 婆子你紧张吗 也紧张 很紧张 真的 什么样子 我就跟我老公 第一次去她家见我婆婆 我婆婆就说 你叫什么 我叫鱼月仙 哪儿的 我叫内蒙来的 赤峰 赤峰 赤峰有什么特点 红山文化 玉龙文化 大草原 你看房大师说 你叫什么 你叫鱼月仙 你怎么能叫鱼月仙 这个名不好听 真的 别嘴 然后呢 她说 她说 况且你学了这个影视艺术表演 搞文艺 说这个名字也不好 也不朗朗上口 我给你改个名吧 她说叫 余南 这名字挺好的 因为是家里人给起的 况且 其实我是一个老人送给我的名字 是我父母接受了 接受了以后 然后我就这么一直 其实这节儿俩多默契啊 嗯 好 起火了 谁说中戏的女生怕油烟呢 看看我们这厨房里的人间烟火 这就是真正的生活呀 最后这个佐料要这么喷啊 对 喷一下 看有味道 差不多 香油给我来的 香油 我们这有这个大礼盒 香油 香油给我来的 来来来 香油 哎 哎 大礼盒里什么都有 大礼盒里什么都有 大礼盒来的 来 好 好 我来 哎 哦 要把它放在锅里头 对 给它搅匀 让这些所有的汁啊 都能够粘到这个肉片上 然后你就为什么没叫余南呢 余南 我没叫 我说不行 我这个名字是我 因为从小是 是一个长者送给我的名字 然后我爸妈接受了嘛 我就一直这么叫下来 我也有感情 我不想改名 然后我婆婆就觉得很可惜 她说余南这么好的名 你都不要 然后来等到我 再一次去她家的时候 我婆婆家养了一个小金发狗 嗯 登登登登登登 跑过来 然后我婆婆就说 来 楠楠 就我楠楠给抱过来了 我说啊 她怎么叫楠楠了 叫她什么 她说 楠楠 不是 你管她叫楠楠 她说你看 我当初说就给你送个好名 让你叫余南 你不叫 她说这么好的名 浪费了 我就给她了 你看 我必须要告诉月仙的婆婆 这是您的儿媳妇于兰做的锅包 必须要把这名字用一次 哎呀 做好了 做好了 好期待 请剪裁 尝一尝 好 来 谢谢 这是一份越鲜和越红 带着浓浓的 对你的思念做的菜 对的 开始吧 你简直就是除神附体 特别好吃 这个锅包肉最妙的一点 是上头还有点蒜苔 嗯 这你发明的 外交里面 此刻我能想象得到 当你的父亲 千里条条 从赤峰带了两份这样的锅包肉 嗯 来到北京的时候 嗯 你确实是要吃得累绷的 绝对的 我都特别累绷 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其实对亲人的想念 就是对味道的想念 或者说某一种味道 你就会想念某一个人 对 可是跟别人不同的是 人家只是想念味道 嗯 你还能够传承这种手艺啊 其实这个吃上 配奶茶也好吃 对 我还愿意带礼物呢 我明明要带礼物了 这个奶茶 还给你带了这个化妆品 叮叮 亲这是你的护肤品啊 是我的 我的百姓产品 这么好 这么贤 会这么美丽的人 他做的化妆品 肯定好 我这晚上再去吃啊 奶茶 尝一尝 奶茶 必须要来一个 你看 喝这个奶茶 吃着肉还消失 对胃好 什么情况 来来来 回家吃饭 自发的就冲进来了 来来来来 我们先把这最后一道菜 第九道菜 长长久久 反正这里来 姑娘们 小伙们 开始 这是余悦仙老师 送给我们剧组 以及我们全体观众朋友的 一份祝福啊 赶紧赶紧赶紧ん 再来一块 下手了 再来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太好的调味品 喊你回家吃 喝奶茶一份一成啊 很多时候我都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一份感动 我发现在厨房里热爱生活的人 他们都是善良的人 他们都是有人缘的人 他们也都是有着积极的生活态度的人 在这里我见证了很多的朋友 他们事业有成 但是他们更加的与人为善 他们聪明 美丽 但是他们内心充满了 对他人的关爱和付出 太好吃了 好 然后这个鸡肉我们得把它撕扯一下